夫人喝茶 我不小心 一大子 没一个沉心的 妙兰给娘请安 你怎么来了 我听全叔说 今早的女学徒 笨手笨脚的 没给您梳几下头 就被打发走了 就想来看看娘 是否需要 我继续给您输 我要找你的时候 自然会找你 谁让你自作主张过来的 没事忙吗 我就想帮娘 把头梳好 怕别人输的 不趁您的心意 你诚心的 妙兰不敢 没事吧 颖哥 太太 送二少奶奶回去 是 妙兰倒退 你是守寡之人 一定要心如止水 什么良辰美景 春风秋雨 同你是没有关系的 身为我朗家的媳妇 走到哪儿 都要带着朗家的样子才好 你诚心的 妙兰不敢 你诚心的 我叫顾海棠 我是来给太太梳头的下人 我是朗家二少奶奶 叫我妙兰就好了 妙兰姐好 你好好替太太梳头 小心仔细着点 别像早晨那个丫头 惹太太生气了 妙兰姐 你的脸上是怎么了 没什么 妙兰姐 妙兰姐 海棠姑娘 你怎么来了 我刚刚想了想 你肯定觉得 脸上的伤口特别难看 想随便处理一下 我是特地来提醒你的 这个伤口不可以随便乱用药的 不然伤口很容易发炎 也很容易留疤的 我知道了 谢谢 我懂这些 我特地拿了化妆箱来 让我来帮你处理一下吧 来 你先坐 我自己来吧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我们来帮你 我来帮你 últimos 音乐 如果你 package 我来帮你 有ங 帮你 怎么 team 我是我帮手 好了 我先用蒸霞膏涂了一层 保护你的伤口 然后又盖了一些脂粉 这样既能够保护伤口 又不容易被发现 海棠姑娘的手艺果然好 难怪被选金服给太太梳头呢 海棠也只是略懂皮毛 妙兰姐 您给我讲了 略懂皮毛 那我可要回了太太 说新来的海棠没什么本事 还是送她回去吧 妙兰姐 我和你开玩笑呢 看你紧张的 看来你对给太太梳头这件事 真的很在乎 妙兰姐 其实你的五官特别适合化妆 你平时应该多打扮打扮啊 你这个箱子里都是些什么宝贝啊 这个箱子里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平时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 你看这个 这个是我在市集上 跟一个白鹅女孩逃来的 还有这个 这个是王小姐送我的生日礼物 妙兰姐 你可以随便看 这是什么呀 这是香水啊 就是咱们说的花露 那些大城市的摩登太太小姐们 都特别爱用这个 真是开了眼界了 妙兰姐 按说你是脂粉大户人家的媳妇 应该见多识广的 为什么对这些化妆品这么陌生呢 难道 因为二少爷 不喜欢你用这些东西啊 你真的想知道 妙兰姐 你不要记忆啊 我是觉得 咱们两个年纪相仿 又投缘 所以想跟你随便聊几句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就是我的丈夫 朗家二少爷 朗月圆 这又欧元少爷 是什么时候死的 你问这个做什么 哦 我就是随便问问 他命短 七岁就死了 我嫁获了给他中型 也没能掩他的充 现在你明白了吧 这申府大宅 不是你想的那么好待的 我这辈子 算是断送在这里了 你要是不想步我的后尘 就赶紧找个借口离开吧 什么熟头丫鬟 还不是个丫头 你以为 能飞黄腾达到哪儿去 你一嫁过来 玉元少爷就死了 那你嫁过来多少年了 你的问题还真多 已经十五年了 你自己算吧 十五年 也不对啊 海棠姑娘 你还有什么事吗 哦 海棠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杨兰姐 你好好休息啊 这位朗家小少爷 竟然不是那一年死的 比爹爹失踪 早了整整一年 那么 就是没有关系了 可是 全书 还有那个传说中的胭脂鬼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今年的 那天 你 瞳 那么 一 光 这是 就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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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梳头的女学徒来了 让她进来吧 你去吧 太太 我是朗里春的学徒顾海棠 今天由我来为您梳头 这就是传说中 朗太太的一头绣发了 果然美丽 太太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嗯 嗯 朗太太 朗太太 什么味道 太太 这是我自己调配的梳头油 你会自己调配头油 其实我也只是根据配方 改良了一下而已 它的味道更加清香持久 在定型的同时 还可以滋养头皮 我觉得太太应该会用得到 特别从家里带过来的 不知道 太太愿不愿意尝试一下 那好吧 现在市面上的梳头油啊 用的一般都是桂花油 我采用的这一款 是冰摄油的配方 除了摄香 大茴 甘松 广木香之外 还增加了一些冰羊 侧摆之类的花卉 虽然香味没有那么浓郁 但是更加持久 更加清香 刚才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学徒 顾海棠 快点 女神 什么女神啊 女神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女神 你没事吧 你没受伤吧 夏合 你没事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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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 你这人是不是变态啊你 上次都是你的事 你直接往人家伤到你转 弄变态 你算了 又是你 我说怎么又是你啊 我车坏了 排我车 我车怎么没坏 你人品问题 你修不修 不修我告老师 告校长 告到你退学为止 我修 我放学就去给你修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你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 坐我的车 第二 坐他的车 第一 我谁的车都不坐 第二 谁的错谁负责 我负责 你干吗呀 你不骑车 那我只好让车骑我了 灵胎 终于是留下了 小花 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 是不是因为调皮 种子碰到外面了 告诉我 瞧瞧满园的花开得那么热闹 你自己落在外面 肯定很寂寞吧 嗯 你要是实在没人说话 可以跟我说 你怎么老跟着我 你是不是又偷听我说话了 什么叫我老跟着你呀 啊 你别忘了 你现在是在郎府 这里的一草一木 包括所有的人都归我管 我听你跟花说话怎么了 全都归你管啊 当然了 那鬼呢 什么 不是你怎么对鬼那么感兴趣啊 没事了 等会儿 你既然那么爱跟花说话啊 你既然那么爱跟花说话啊 送你的 你既然那么爱跟花说话啊 你既然那么爱跟花说话啊 głos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箱子 谢谢啊 陈叔 准备一个房间给海棠姑娘 添置一些新的 岂无余的 对了 新衣裳也给她做几套 我记得上回从杭州 购置的上等丝绸 还有剩下的 就用那个做吧 太太 这位海棠姑娘您可满意啊 那个丫头聪明伶俐 讨人喜欢 那以后这书头的伙计 是妙兰和海棠姑娘 轮流着书呢 还是 这段时间我不想见到妙兰 明白了 海棠喝水呛着 海棠吃饭噎着 海棠走路摔着 走路摔死 海棠倒霉 你怎么了 谁让你不高兴了 还不是那个新来的书头丫鬟 原本就是她那个弟弟 先前偷窥我的 今天又把我的车给撞坏了 还有这种事啊 可不嘛 真想教训教训她 可是月娟哥哥 一定会帮着她骂我的 好烦啊 嫂子 你是咱们府里的千金 怎么还能为了区区一个书头丫鬟烦恼呢 这身份啊 可就千差万别了 对啊 我堂堂一个大小姐 教训教训嫁人怎么啦 苦海棠 你死定了 我先走了 嫂子 我先走了 嫂子 娘 妙兰给您请安了 娘 该用膳了 娘 没看见我全心理佛吗 捞到什么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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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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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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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失望 恁 失望 不 不 我 难道又是一场温吗 这到底是梦还是真 难道是爹在暗中保护我 哥 放学了 等你接我放学 我脖子都等长了 你哥最近忙嘛 没时间接你 又忙又忙 你说过多少遍了 那真的忙嘛 不忙不就接你了 改天 改天一定接 我知道你在忙什么 忙什么 听说府里住进来一个姑娘 代替嫂子给娘梳头 你不过是为了这个姑娘 才早早回家吧 那个小孩别胡说八道 我要是真有这个心思 那我为什么不在工房待着呀 工房那么多女学徒 我为什么非要每天按时按点回家 陪爹陪娘呢 是不是 那 那吃完饭你带我出去玩 不行 怎么老想着出去玩 你应该在家好好陪爹陪娘才对 你想啊 家里就你这么个女儿 你还不好好做你的贴心小棉袄 娘可不喜欢我 只喜欢你 在这个清清冷冷的家里 没人疼没人爱 也轩哥哥 你可得疼我 我当然疼你了 但你说错了 娘也不喜欢我 娘喜欢你 嫂子 嫂子 回来了 嗯 快进去吃饭吧 好啊 那嫂子你上车 咱们一块回去 不远 不远 我走路就好了 你带清清吧 好 那嫂子我先走了 那个自行车自行车 你可以骑自行车走 走吧哥 走了 嫂子 海棠姐 嗯 我来帮你拿吧 不用了 谢谢银哥 我们都是伺候 老太太的下人 我怎么能让你帮我提箱子呢 我们可比不上海棠姐 你可是太太面前的大红人 太太可说 让我们多跟你学习呢 哎呀 妹妹 你可别这么说 咱们在这个狼府 都无依无靠的 我们应该像姐妹一样 彼此照应才是啊 海棠姐 你人真好 那 银哥以后就不跟你客气了 当然了 谁也别跟谁客气 哦 对了 既然 我们一姐妹相待了 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提醒你 什么事啊 听说这个狼府 住着一只胭脂鬼 你出门一定要小心啊 嘘 姐姐可千万别乱说话 难道这其中 真有什么秘密啊 没有秘密 没有 没有 没有秘密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姐姐 算了 海棠姐 我 我说还不行吗 其实啊 我们狼府 有两大秘密 第一 就是这个胭脂鬼 这第二嘛 就是西边那个阁楼 不过 这个胭脂鬼是谁 大家都不清楚 阁楼里面住的是谁 也不知道 不过这两个就是我们狼府的秘密 别说失去探究了 连提都不能提 海棠姐 你可一定要记住了 嗯 谢谢你啊 阴哥 不客气 那我先走了 姐姐 你自己要小心啊 我知道了 你 你 怎么 怎么了 你 是 我 没 啊 不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就直接告诉我 这阁楼里面到底有没有鬼 你了落的好奇心我就不问了呀 你跟谁说话呢 懂不懂规矩啊 你干嘛啊 多看点书 掌掌知识 学学规矩 这种探险游戏不太适合你 知道吗 走 走吧 看什么 有什么可看的呀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啊 有什么呀 鬼啊 什么鬼啊 哪来的鬼啊 这世界上哪有鬼啊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啊 神经病啊 哎 海棠姐 英哥 太太让你去前厅 说有客人来了 好 沐花 海棠 我刚才看到月轩了 她开着敞篷车 从我面前搜的一下就过去了 特别帅 她还对我笑了呢 哦 原来你是看月轩的 不是来看我的 我就是来看你的 今天晚上有个慈善晚宴 要是没有你 我可就不能 漂漂亮亮的参加了 这个晚宴 月轩也会去 所以我一定得美 要美过所有的人 你可一定要帮我啊 可是 我是来给朗太太当差的 这不太合适吧 没事 我早就跟朗叔叔 朗阿姨打过招呼了 一句话 放人 海棠 我现在以好朋友的身份 正式邀请你 和我一起去参加今晚的慈善晚宴 哎呀 我帮你化个妆得了 参加晚宴 我就不去了 你和我一起去嘛 你这么漂亮 总能一直躲在幕后吧 我的那些衣服 你随便挑随便选 今晚 咱们两姐妹 一定要美美的出现 肯定能抢不少眼球的 我可不想抢什么眼球 我不去 一起去嘛 再说了 这次晚宴 可是给那些平补人捐款的 难道你不想多抽一些款吗 给平补人筹款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所有的捐款都会一分不留的交给慈善基金会 然后再分发到他们手里 怎么样 一起去吧 可是 你就不要犹豫了 多接触点上流社会的人 也方便你以后出嫁嘛 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谁跟你闹了 我跟你说 这种聚会 特别多的八卦 比如 谁家的公子有特殊癖好呀 哪家的小姐貌美较大呀 或者是哪个名门望族的秘密了 什么都能知道 可有意思了 怎么样 海棠一起去嘛 嗯 嗯 请坐 哎 请 坐吧 海棠 你看他们跳得多好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啊 以后我多带你来几次 月轩在哪儿 月轩 海棠 海棠 你说 月轩她一会儿会不会请我跳舞啊 嗯 她要是能请我跳舞就好了 欢迎各位 今天晚上能够来到这场慈上晚会 希望各位俊男美女 能够尽情地享受 也祝各位能够找到心仪的领伴 好 好 一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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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很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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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轩 你也陪我跳支舞吧 走吧 在你怎么会这样的 又是你 在我为啰好 你不怕 你不怕 在你 那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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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没事吧 怎么了 没事 再来 你跳的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 因为这个歌适合你啊 你跳的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 你刚才那招够狠的啊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 你也想试试啊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事儿 有你在的地方 多了很多乐子 无聊的事儿也会变得有趣了 这样 咱们下次 没有下次了 我已经答应你的要求 让你送我回来了 咱们两个就算两清了 你说你这人怎么翻脸不认人呢 对你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为什么偏偏对我这样啊 神经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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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